大家好 朵物業今天帶你來到Sandbatch收這間屋 一個靚區 一個最按數字 非常之低的靚區 Sandbatch CW11這邊 這個屋苑很新 其實是一個三年的屋苑 2020年如果去那間屋就收屋 所以只有三年屋苑 裏面的屋苑也很新 是Taylor Wimpy的屋苑 外面的Sales Office好像仍然存在 但我沒有再去了解 因為其實它都差不多建好了 這裡的路都已經鋪好了 基本上入住了 很多人說發展商不好 Bellway 又說不好 Taylor Wimpy 又說不好 連Borock Homes 和Red Road都說不好 其實可以想像 因為這麼多發展商建這麼多屋 一定有些屋會有問題 看看問題多和少 值這個機會收這間 Taylor Wimpy 建屋 經歷了三年 看看它是怎樣 這個位置很清淨很舒服的 就是Sandbatch這個位置 經常都說 Rachos 之前拍攝的影片 介紹David Wilson Homes 那邊的El Sager 收屋片 來到Sandbatch 去了Rachos 這裏就是Rachos附近 駕駛10分鐘左右 如果調查它的顏色 它是一個綠色區 如果調查它的罪漢數字 很恐怖 不是高得很恐怖 是低得很恐怖 它是可以一個月只有9宗 20宗 即是檢查它幾年的罪漢數字 大概都是這些數字 即是20宗 左右 有時候是幾宗 很難看到一個地區 罪漢數字可以低到這樣 是說一貓內的罪漢數字 就算萬城那些美區 也做不到 所以為何屋主 會選擇在這裏 定居這裏也是其中的原因 就是這間 一間四房的獨立屋 連車房 它是一個特別的角落頭坡 車房就在左邊 帶你們進去看看 進來了 今天看看Taylor Wimpy 一間三連的屋 是怎樣的樣子 樓梯 遠處就是廚房 飯廳 這裏還有一個study room 所以這間一間四房的獨立屋 其實可以說是五房 有些屋形都是這樣的 這邊 就是客廳 先看看客廳 客廳也有部電視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落貨的時候 我已經幫屋主 還連電視 我預計到這部電視 如果它拿走 再安裝 是挺麻煩的 所以落貨廳一會兒 我已經跟它說 說我連貨電視 貨廳一定要包上電視 暖版這裡 賣片也有 長身也挺白色的 其實有少少污漬 但是也是很新的 那邊有個 杯 window 很闊落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電視 要看回前院 挺不錯 挺舒服 因為這個廳大 所以它有兩個 燈座的位置 那邊這邊 前面其實是一個 地下的洗手間 這個是 hallway 懸關位 這麼大 這個地下的洗手間 也有一個窗 一個 正常的配置 再加了少少升級 因為 它原本Tater Wimpy 是包一塊擋水磚 它就升級了 做了半磚 這個就是Study Room 但是它之前 我看屋的時候 它是放了一個 電視的客廳 在這裡 那邊是梳化 左邊是電視 所以這裡 它做了一些 穿線的位置 然後 這裡還有一個 電視天線的位置 這個窗戶 就看回到 房子的側面 這間是一間 角落頭的特別区 窗戶在這邊 所以客廳那邊 在那邊 這個L形 所以進來 整間房子 沒有著燈 其實 都叫做既光晚 康圍再進 有一個暖板 地下 這裡有一個 廚物空間 做了一個層板 污髒了一點 可能要留下 對廚房有一點特別的 因為 前屋主 其實是Tater Wimpy的員工 所以 是否叫公器私用呢 他做了一個 特別一點的廚櫃 這個廚櫃的左邊 這一部分 是特別為他而設的 原本不是這樣的 那個就是雪櫃 然後還有雙焗爐 其他屋形不是這樣的 這個屋形是這樣的 因為 他說他在Tater Wimpy那裏做 所以他就可以 令到他有少少做Tater Make 下面這個就是 升盤底 水錶 水制 入面 五頭的明火爐頭 然後洗碗碟機就在這裏 我洗碗碟機也很新鮮 還可以 看這邊 這個A進 很好 不是經常有的 順便說一下 他有一個盒子送給新業主 我都會留在這裏 給了一些東西 有些飲料 有東西吃 還有 有些宣傳單張 有個媽媽送給你 有飯吃 屋主你進來有東西吃 好像要自己煲飯 還有一些咖啡 飲品 其他東西 還有一些 酒精消毒液 這樣 這個我也想買 不過我不會拿走你的 會留給你一些巧克力 我會放在這裏 你差不多到步了 過來拿 這個是跟新業主說的 新業主一到步就可以進來煮了 可能要跟他安排 鋪上地毯 或者看看用不需要我幫他撿油漆 單拉 這些單拉 一堆單拉 應該知道Wimpy是要加錢的 他都加起來了 裝在這裏 這個就是飯廳的位置 OK啦 飯廳的位置 那邊就出花園 那這個花園我稍後再看 車房就是在外面 因為它是角落扣 所以左邊的牆 是專長 飯廳 utility room 就在這裏 都挺長的 這個utility room 那門就出花園 有個暖板 洗機就放在這裏 洗衣 那這個utility room 是有 有升盤在這裏 有些人就 挺喜歡這裏有升盤在這裏 那波那就三年貨仔 因為住了三年而已 其實這邊還可以放一部乾衣機 不過就沒有放 夠闊的應該 所以 長度是夠放乾衣機 洗衣機分別 再放升盤 夠了長的 很多人都想有這些 看了出來 飯廳和廚房 上樓上看看 看看這些角落扣的屋形有什麼特別 一個直身的樓梯 這些扶手都挺舒服 我最喜歡這些木 粗的這些 上來 就是家庭房 那邊上樓的位置 右邊這裏有間房 左邊這裏有間房 這裏是放水瓶子的 看過來這邊 樓梯多闊 多舒服 先進入這間房 這裏原本它放了一個衣櫃 然後這邊 就四四正正的放床 櫃 這隻窗就看出花園下面 它都用得挺新的 一些毛菌都沒有 有少許收水的輕微的裂痕 牆身都很乾淨 大致上都很乾淨 好 再出去 先進入這間房 這間房是最小的房 來的 你看 Vimpy 屋 這裏上面還有一些通風的 觸控 拉開去 做一些通風 都不錯 這間房很特別 這裡有一個凹位 我記得之前應該是放了一個層架 我們來擺放東西 這間房間的房間就多了 其實可以叫做五房 所以這間房間 屋住也不用擺垂床也不頂 出來這裡 右邊有一個門的 就是一個水瓶子 一間四房的獨立屋 配置一定會有這個 保證足夠的熱水 給整間房 無論你是濾鏡或是熱水洗澡 這個很長 走過來 看看右邊這間房間 這個窗 震動的窗 也挺光亮的 看過來 在這裡再看 廁所再透光過來 挺不錯 有些人說Tellerwimpy的屋 出名沒有窗 但這間屋 浴室也是有窗的 全部都是有窗的 先進這間房間 四四正正 這裡就是看出側門 側門外面的位置 這些都很新正 整間房間的白雪雪 整間房子 連那個衣櫃也是白雪雪 一個飆煙的衣櫃 應該是跟發展商做的 下面就是掛衣 上面擺放東西 挺喜歡這些白色的衣櫃 白雪雪 沒那麼多顏色 好了 主人房就是這裡 主人房也挺闊的 留了一盞蒙蒙的燈 我想 香港業主也不太喜歡 這裡有一個 表演衣櫃 也是白雪雪的 這個窗戶很有趣的 多大 開給你看 現在關掉了 這樣橫 打斜開 上開 有保安的功能 你開了通風 通得不錯 但是又有保安功能 別人又爬不到進來 接著 先關掉 推向上 再這樣開 嘩 挺有趣的 像一幅畫 再看出去 好像那些豬麗葉露台一樣 夠開陽的站出來 看看風景 要關掉 就是這樣 小朋友就用鑰匙鑰匙 關掉就向下 整個窗戶又關掉了 有些屋都是這樣設計 先過來這裡看看 那邊就是肚子 先進入肚子 肚子旁邊有一隻窗戶 暖毛巾架 坐廁 洗手盆 這個呢 棋缸 先開 都頗乾淨 你看 都不錯 沒有毛菌 沒有毛菌 不好的 它上手抹得多好 那這三個呢 洗澡液 那些瓶 還有浴霖 甚麼都有 那我看出外面這間房 再出來看一看 一個很大很長的 露室 有錢人屋 通常露室都那麼大 再出去和大家聊聊天 接著走到房子的後面 房子的後面 車房就在這裏 車房前面的駕駛 是跟別人 一起用的 右邊的車房是屬於這間房子 可以在這邊走入花園 看看花園 有個真草 那裏的瓶就鋪在右邊 可以 燒飲食 製作蟬蓬 或者怎樣都可以 那這些瓶 瓶身 還是很漂亮 可以過來 再看看 還有幾盞燈 花園水喉 還有 外面的駕駛 都在這裏 那瓶這個盤 都做得很好 頗不錯 看來這邊 背光的車房就在這裏 車房這裏還有一棟側門進去 過去看看 進來這裏有些層架 上面亦都放了一些板 有時候他們在這裏放下東西 即是很喜歡再放一些東西 這裏有這麼長的尺寸 那這裏有些 Fulls box 插鬚 燈鍵 這邊再看過來 多個地方放雜物 頗不錯 再出去 這裏是一間四房的獨立屋 屋子就看完了 走出來這個屋苑 再看看這裏附近的環境 都頗清靜的 其實我都逗留在這裏很久 抄標 幫業主再拍些片 還有再看看有什麼需要再製造 只是希望業主到步的時候 其實這裏已經製造好了 可以一到步就入住 就是這樣 看看業主需要製造什麼 然後就幫他 那這裏有多少錢呢 其實 就是三十多萬磅 三十多萬磅要在 萬成 如果萬成比較 那就難一點 要買這種質素的屋 住下一點 這些靈區 其實都頗抵住 頗不錯 這裏的罪行率真的很低 環境都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們想找我們到今天幫忙 記得聯絡我們 無論是萬成 或者這邊 CW 或者KOO 這邊這些Post Hoc 都可以找我們幫忙 多謝大家收看